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制定最低新京市新方案 以确保共援福利受保障 配合劳动节 手下的都是安诺尔今天到部城主持劳动节庆典时指出 他了解国内公务员不满意目前的薪资 早前也曾承诺会在国家经济稳定成长之后调整公务员薪资 今天手将再次向公务员保证 将会重新评估和研究公务员薪资 因此希望公务员可以再给予他一些时间 做出有关调整 当ayım dan ini jaminan saya sudah sebagian sudah kenal saya dan kenal rakan-rakan saya dan kita bagi komitmen kita ambil alih dalam keadaan keuangan yang sangat parah hutang 1.5 triliun sebahagiannya kerana iklim ekonomi sebahagiannya kerana 转发和改进市场的货源 因为我里面说 如果有货源在增长 如果有货源在增长 我们必须能够对扣除 我们必须不及招待货源 安奥的补充 涉及的公务员是属于 低阶或是中阶的范围 首相保证将在国家财务好转时 优先考虑调整中低阶层公务员的薪资 希望公务员给他一年的时间 落实有关的承诺 政府将逐一宣布 捍卫员工命运所做出的改变 且每个做出贡献的员工 都应该得到认可 另外安诺尔还透露 内阁将在下个月的内阁会议中 商讨最低薪金制课题 以找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另外 手下来的事与安诺尔也宣布 分别为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 和大马职工总会拨款一百万令吉 作为行政费用 以便他们的管理可以更有效率和更有势 同时提到 他已经接受有关调高雇主 在雇员工基金职缴纳率的建议 不过还有待与内阁进行探讨后 才能做出定夺 再次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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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 针对增加雇主在雇员工基金职的交纳率 阿诺则表示 政府将在进行商讨后再做定夺 阿诺在出席劳动节庆典活动后指出 国际职工会大马联络委员会 向政府提出多项诉求 当中包括将雇主工基金缴纳率 从13%提升到20% 无庸置疑 国家领导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趋势 经济前景甚至是人民的生活 都有着巨大影响 为此 副手下的都是阿曼泽伊指出 过度政治化将会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希望各政党能停止过度政治化 并将焦点着重于有关人民福利的议程 我们可以获得 历史上的政治化 这将会给予民众的影响 这将会给予民众的影响 令人非常负责 人力资源部长 Siva Kumar指出 将于国内目前制定的 1500令吉最低薪金相当低 因此内阁将商讨和草拟 最低薪金制的最新实施方案 以确保国内每位雇员的 不利受到保障 Benz Gaji yang diterima oleh pekerja-pekerja itu adalah setimpal dengan kemahiran, pengetahuan dan selain daripada itu supaya mereka boleh menyarih hidup itu adalah sangat penting jadi atas kesedaran itu maka dalam ucapan Yang Umar Bermuderaan Menteri beliau menyatakan bahawa perkara ini harus dibincangkan semula dalam kabinet untuk mungkin mencari satu kaitan baru 去给工作人员 西娃姑妈说 雇主们必须确保员工的薪水 与员工本身的技能和知识相符 去年5月1号起 聘请5人以上的雇主 都需要向员工支付最少1千500令吉的薪资 至于聘请少于5人的雇主 最低薪金制生效期则从今年1月1号 延后至7月1号 鉴于我国新冠疫情回温 马六甲州爆发教育机构感染群等情况 引起民众关注是否应该重新强制戴口罩的课题 对此卫生部长扎利哈做出回应表示 我国疫情还在掌握之中 尽管没有强制性要求民众戴口罩 但是当局还是鼓励大家采取预防措施 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以避免被冠病缠身 随着国内疫情悄悄升温 以避免把病毒传染给其他的学生 他也苦口婆心地劝见民众 在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 像是医院等地方应该戴上口罩 洗手以及使用消毒液 以便时刻保持自身的干净卫生 针对我国近期遭热浪清洗 导致气温升高 扎利哈也温馨提醒民众 如非必要减少到户外活动 尤其是小孩 以避免体内失去大量水分而中暑 同时也别忘了多补充水分 维持身体健康 随着我国遭受极端的沿着天气清洗 教育部宣布 如果一个地区的最高温度连续三天 超过三十七摄氏度 学校可以选择停课 但校方需以口头和书面方式通知教育部 对此专家回应表示 再去延长学校假期来预防中暑 固然是正确的措施 但同时也指出 受影响的学校或许可采取其他的方式 像是实施居家学习及教学课程 以避免耽误学生的学习进度 早前 教育部宣布 教育部辖下的教育機構 包括學校 可根據氣象局宣布做出安排 若特定地區被鑑定為熱浪區 該區的學校可以宣布停課 學校一旦停課 校方必須以口頭及書面的方式 通知教育部 由於我國近來的天氣陰晴不定 時而艷陽高照 時而大雨如注 或容易引發人體不適 因此 民眾是要小心預防中暑或是感冒 毛六甲州衛生局局長Rato Rusty透露 儘管現階段該中並沒有出現因中暑而緊急送醫的病例 但提醒民眾要多加注意每日的天氣狀況 注意補充水分 Rusty 促緊民眾減少到戶外活動 如果無可避免 務必多補充水分 以及在出門前檢查空氣污染指數管理系統 若空氣質量處於不健康水平 切記要戴上口罩 如果水分數已經達到35-37 如果水分數已經達到35-37 這樣是要責任 然後要保持 要保持 要保持 如要浪費 由达身體 讓人多補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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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 外生破曾建议民众 如果因为天气炎热而感到不适 应累积采取八措施 包括 一 离开炎热或太阳直晒的地方 二 即刻停止体力活 三 放松或脱掉紧身及厚重衣物 四 在阴凉的地方休息 五 每十五分钟补充水分 六 开风扇让身体凉快 七 用湿布敷在身上或冲凉 让身体降温 八 如果情况持续或恶化 立即求医 最近由于炎热天气 为了给身体降温 相信许多民众开启冷气机的频率 同以往相比增加了不少 进而推高了用电量和电费 对此 国家能源公司为住家用户提供数个节能贴士 同时不忘提醒民众 在炎热干旱天气 导致热点和烟埋增加期间谨慎用电 与此同时 国能也鼓励已获安装智能电表的用户 使用卖DMV门户网站或卖DMV应用程序 以便直接监控用电量 此外 国能还提供多项简易节能措施 例如关掉没人使用的空调 风扇和灯 设定关上空调的计时器 以节省用电 热水器在没人使用时 关掉电源 以及避免将冰箱摆放于高温的位置 像是阳光直射处或炉灶边等 因为这将增加冰箱的耗电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 网络世界已经充斥着许多诈骗活动 包括散播假消息 冒充身份 以及推广不存在的服务 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 人人都可以利用虚构的身份 迅速传播资讯 因此当个精明的用户 网络用户的错误行为 同时在分享任何资讯前 记得先查证消息的真实性 为了避免受骗 请咨询真实可信的消息来源 如果不确定 不要散播 我们共同打击假新闻 大马拿多理事会秘书 Dato Samson揭发有民众在自行印拿渡证后 到处招摇撞骗 于是今天早上在该职委张天次 与四名代表的陪同下 到雪州浦正在野警局报案 促进警方介入调查 以便将九名冒充者绳之以法 Samsung指出 该会自2021年5月开始 陆续接获民众投报 指有企业家 商界 娱乐界代表 甚至还有一个家庭 声称自己全家都是拿都的人士 使用有关的头衔招摇撞骗 不仅如此 该理事会还曾经发现 一些人为了提高公司身份 在注册商业执照时 填上拿都 拿都司礼及单司礼头衔 实则在对照册封者名单时 根本查无此人 Samsung指出 截至目前为止 该会发现的假寿勋者 超过百名之多 但今天没有全数向警方 做出投报 仅举报了当中的九人 并希望警方援引2017年 勋章其名字修正法令 也就是787法令 对案件展开调查 And today we are here at this balai in Puchongjaya to make a report against nine individuals I'm not going to disclose their names yet because we need the authorities to do the necessary work In the year 2017 根据该会职委张天赐透露 9名遭举报的假拿都都是本地人士 年龄介于40岁左右 且都是来自不同领域的生意人 张天赐指出 该会不止一次急于劝戒 不要利用假寻贤身份提高公司形象 因为这属于犯法行为 但相关人士却充耳不闻 该会只好向执法单位投报 让警方开档调查 张天赐也借此强调 不管是拿都 拿都司礼 或是单司礼等有功勋贤 都是由马来统治者所颁发 不可能花钱可以取得 同时补充 民众如果对身边的拿都 拿都司礼及单司礼勋贤感到质疑 可以浏览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RTM陈全会采访都到 近来天气炎热不仅影响人们的健康问题 包括中暑 同时导致水源干枯 土壤干燥 尽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威胁 在吉兰丹 晃旺生原住民村庄勒比部落 山泉干枯导致该部落500名原住民受影响 和被迫收集雨水 以供日常使用 水源干枯 土壤干燥 村民接受访问时指出 由于山上的泉水干枯 因此他们不得不收集雨水 以供日常使用 此外也有村民表示 现在的天气不如从前 因此除了希望下雨外 村民们也需要干净的水源援助 一名泰国籍渔夫 昨天乘坐渔船出海 在抵达瓜拉登加楼 佛罗甘饼的码头附近时 一不慎坠入海里 失去了踪影 关丹海上救援分中心 在相关投报后 立即启动搜救行动 然而经过一夜的搜索 该名渔夫仍然下落不明 不排除已经溺水身亡 这名失踪者是来自泰国加拉信的52岁男子 登州海事执法机构指挥官 摩阿曼凯若阿诺指出 当局已将初步信息传达给展开例行巡逻的海军 以检测距离瓜拉登加楼海口约20海里的船只位置 失踪者最后的踪影是身穿蓝色衬衫和黑色裤子 他促请从事水上活动的民众 务必时刻提高自身安全的意识 他也提醒任何有关海上投诉和紧急情况 都可以拨打999马来西亚紧急反应服务电话 或联系登加楼海事行动中心 玻璃市宗教及马来风俗理事会 举办一场骑脚车的活动 这项活动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 交际和共享喜悦 同时也能拉近参与者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 卫生部长Zaliha指出 他通过这项活动对玻璃市摄政王 端姑舍妇与该州子民之间的友善关系感到敬佩 同时表示希望这项活动可持续进行 Zaliha在参与玻璃市宗教及马来风俗理事会 举办的骑脚车活动后 在玻璃市卫生局接受媒体访问时 表达了对这项活动的感受 此外端姑舍妇与也配合这项活动 前往位于甘榜哥达和甘榜俄赛奥威斯 三个穆斯林受住者的住家 并且给予他们由玻璃市宗教及马来风俗理事会 发放多达七百令吉的援助金 马六甲野心石干的渔民 直播逆场别开生命的开拆节庆祝活动 也就是在海上钓鱼比赛 本次的比赛共有将近一百名渔民参与 宗旨着重于在家节期间加强渔民之间的游异 本次的年代表达了 也新石干云民发展委员会会长 Mohamad Shah Hashim指出 这项比赛活动六年来 设置在伊斯兰月历十月 即是斩月期间举办 通过这项比赛活动 愚获最重者当属获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寻求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或是可能你身边有人正面对心理健康问题 请伸出援手 给予他们支持 关心彼此 共同关怀我们的社会 印度北部一座城市的主制品加工厂 日前发生煤气泄露事件 现阶段已经造成11人死亡 令4人紧急送院治疗 据初步了解 煤气泄露的源头疑似出自厂内的冷却系统 除了内部的员工受到影响 同时也波及居住的周边的居民 致使部分居民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这起事故发生在印度北部 庞哲普邦 鲁迪亚纳士一家 入制品加工厂 印度天灾应对部队接获投报后 便立即派遣救援小组前往现场支援 从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警察戴着口罩走访案发周边区域 与在地居民交谈 并要求人们远离事发地点 去年8月 印度南部安德拉邦的一家服装制造厂 发生煤气泄露 导致至少112名妇女紧急送院治疗 2020年 同样在安德拉邦的一家化工厂 发生煤气泄露 至少有15人死亡 数百人住院 墨西哥发生一起严重夺民车祸 一辆旅游巴士坠入峡谷 造成18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 瓜亚基尔 则是发生枪击案 造成10人死亡 2人受伤 另外日前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造成一家5口死亡的枪击案 警方巡赏8万美元 墨西哥星期六晚上 西部纳亚里特州 发生一起严重夺民车祸 一辆旅游巴士 在连接纳亚里特和特批克的 高速大道上行驶中 突然冲向路面坠入约15米深的峡谷 据了解 巴车上的乘客都是墨西哥人 事后有大批人员赶到现场救援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 在美国 日前发生在德克萨斯州 一名喝醉男子 时将闯入出宅 开枪杀害5人 包括一名8岁男童死亡的案件 至今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虽然警方已经解惑 暗中使用的枪械 但不肯定在逃枪手 是否携有其他枪械 目前德州当局已经对这名枪手 发出通缉令 并起诉他胡相谋杀罪 誓言枪手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而警方也已经将搜捕范围 扩展至距离案发现场 32公里外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朱敏鱼 感谢收看 Salam Malaysia Madani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